大家好 我是旭哥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這是戰神風暴 最新的手遊 那旭哥今天來開玩啦 還沒訂閱頻道 記得訂閱頻道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頻道 禮品碼 兌換碼 遊戲的虛寶需要 攻略 以及初體驗 有碼無碼 旭哥都會分享給大家 剛開始有三大職業可以去選擇 分別是幻翅 然後密法 還有龍戰 大家來講一下就是 幻翅的話 他是比較屬於高爆發型的那種輸出 就是很像刺客那種角色會產生暴擊 然後就是傷害值會蠻高的 就是瞬間的輸出很高 但是就是蠻看臉的 蠻看大家運氣的 大家假如是那種歐洲人的話 常常在暴擊的話那你選 這個換刺的話會非常好 就是會一直暴擊 暴擊到很爽 像那個以前玩那個魔獸三國那個 真雞有沒有 就一直暴擊直接把人家暴到死那種感覺 所以你假如是 真的是歐洲人 就是很會爆的話那你可以選這個換刺 那旭哥是有點考慮要選換刺 再來密法呢 他是一個很輸出型的角色 就是高傷害值 然後就是比較偏向就是 皮薄然後遠程這樣 然後密法呢他就是 傷害數字會很漂亮這樣 你假如喜歡玩高輸出 然後又喜歡在後面這樣子色色色的話 密法應該算不錯的角色 那高輸出型高傷害 然後但是就是比較 生存力稍微差了一點 再來我們講一下這個龍戰 龍戰就是比較均衡這樣 就是各方面生存力就還不錯這樣 然後各方面都還算就是中上這樣 比較均衡型的角色 就是在戰士型的角色這樣 那他的生存力啊 坦力啊各方面都有不錯表現 你跟換刺和密法比起來的話 他相對的會比較 生存力比較強 那你假如是喜歡玩就是慢慢的 練功慢慢的玩上去的話 那龍戰算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就是你不要就是 像是追求高輸出高傷害的那種 瞬間的那種 你想要細水長流的話那龍戰不錯啦 好 那這三大職業呢就是這樣 換刺是高暴擊高傷害高輸出嘛 然後密法也是高輸出高傷害 然後比較皮薄一點遠程的 那龍戰就是比較細水長流 就是各項能力都是比較均衡以上的 戰鬥的方式 那遜哥選擇一下換刺好了 我們來拼一下看 看臉吧大家看一下臉 看這個 暴擊傷害怎麼樣 那換刺他真的是蠻帥的 那你喜歡玩刺客型的話 或是玩什麼刺客教條啊 或是那種遊戲的話呢 換刺其實是真的帥氣 有他會給你看他的這個 能力值 你會看得到他這個能力值可以查看這樣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 換刺他在這個 因為遜哥我先查了一下他的資料啦 換刺他的這個 以生存輸出還有爆發為主這樣 然後團戰也不錯 操作上算比較簡單 那我們看一下密法 那密法都是女角 你喜歡女角的話 選密法也不錯 那密法呢生存就比較差一點 就像遜哥講他皮比較薄一點 那操作難度也比較高 但他的輸出和爆發團戰都是不錯 遠程的傷害值很不錯 就是你要躲在比較後排 我們再來講一下龍戰 這個你可以點進來看一下 他有稍微就是簡單的示範一下他的招式 然後龍戰呢他主要以生存和操作比較難 然後各方面都是算中上 那操作有點難 爆發就比較差一點 爆發跟幻之和密法比起來就比較差一點 就像遜哥剛才講的 就是各項能力都是中上 這樣子 那所以遜哥選這個 決定選這個 選這個很帥氣的幻次 因為遜哥就是喜歡看臉吃飯 有沒有 看運氣 那這個三大職業分享給大家 高輸出 高爆發的幻次 那記得訂閱頻道隨管序哥手遊攻略 我們就開始玩了 那之後應該會有這個禮包馬一些兌換馬遊戲的序號之後 我再分享給大家 我們先開始玩了 他的畫面其實蠻不錯的 很像以前在玩那種暗黑破壞神 還不錯 遊戲的畫面還不錯 算精緻 好像有一點韓系的感覺 有一點點 但他都講中文 聽說這個遊戲有請蠻大咖的那個實況 好像是椅子他們好像有在做那個 我直接跳過引導 不想看引導 大家想要看的話可以就是慢慢看 那我就直接開始 戰鬥的風格那個 介面怎麼有點像那個 DMC Double May Cry那個 Double May Cry那個 有一點像 惡魔獵人 Double May Cry DMC 以前旭哥蠻要玩DMC的 算是早期的 忠實玩家 但旭哥其實玩動作遊戲都不是特別強 就算中間而已 然後也很愛玩那個 那個三國無雙 戰國無雙 巴薩阿蘭那種 畫面其實不錯 整體來講算是 感覺蠻不錯的 那旭哥都是用手機玩的 旭哥玩手遊是不用模擬器的 都是用手機玩的 就是 就像你那個去吃牛排 然後你不要點那個豬排 或是雞排很奇怪 所以玩手遊當然要用手機玩 這是正道 雖然說現在已經就是很多段 是用電腦在玩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旭哥不習慣 我們既然叫做手遊 我們就要用手機來玩 要不然就是 就叫電腦遊戲就好了 好啦這旭哥的莫名的堅持 大家還是可以用電腦玩 沒有規定你不能用電腦玩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喜好 這旭哥還特別就是 買了一些手機來玩一些手遊 順便有做一些測試這樣 為了要多玩一些手遊 可能之後又會再買吧 之後不是要發那個什麼 什麼三倍券嗎 五倍券 還要送我裝備 剛開始前面應該都是已經幫你設定好了 那畫面真的還不錯 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好好來享受一下這劇情 畫面然後整個 音樂啊什麼都還不錯 品質算蠻高的動作RPG 那今天講這個三大職業的攻略就先輪到這邊 然後就試玩給大家看 那之後晚一點會再做一些相關的攻略 大家也看到了嗎 手領出來了 好那今天這個旭哥手遊關於路這邊 把手領幹掉了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了 我真的不知道 讓我更加進入 試一下 終身接任 我可以拍下 還有